大家好,我现在安徽釜阳 往前走那边有一个石钟大桥 就是那个大桥两边有 有两个那个大的石钟 我们去看一下,那个我路过好几次了 正好我们骑着车去参观一下 我记得没错的话 应该就是前面那个桥 北京路丽娇桥 我现在要上桥 从这里就可以上桥了 这个牌子上写的是 郭阳汽车北战泰河 好,我们上桥吧 搞错了朋友们 这个桥不是那个石钟大桥 哎呀,那算了吧 那这个不是那个桥的话 那也既然来了 那我们就顺便上去看一下吧 这个为什么不是那个大桥呢 那上面写的是北京路尹河大桥 没有那两个石钟 但是我 行吧,既然来了 我们就上这个桥吧 北京路尹河大桥 北京路尹河大桥 我要找的那个大石钟大桥 应该也在这附近 但是现在距离这个桥这么近 我们就先上这个桥了 那个桥就等以后再说了 看一下帅气的公交车 回头看一下我走过的路 太阳爆晒哦 十点多 看一下这个左右两边建设的挺好的吧 这下面是沿着河边建的那个观光带 那个石钟大桥 我明明擅自从这个附近路过了 这为什么我今天特地来找他 没找到呢 应该也就在这附近 走,我们继续往桥中间走 现在已经走到了桥中间 看一下这个河水非常的干净 河边有很多大哥们在钓鱼呢 这里的鱼应该看着挺大的 我上次看到一条鱼蹦起来好高啊 看一下左右两边 哇塞太棒了吧 所以说我的 我的这个哪个 它的老城区是在哪里呢 老城区应该是在左边 我的这个右边是火车站方向 然后再往这个前方走七八公里 就是新城区高楼大厦最集中的地方 这个桥上车流量巨大 然后这个对面 就是我上次看的那个三角洲公园 这个面膜车是到那个叫什么 林泉方向的 就是那个叫什么林泉是一个县 那个前面就是府洋闸 哇塞好晒啊 我得赶紧离开这个桥面 现在我已经走到了桥的另外一边 看一下 那边有人种的玉米 水是碧绿的 这里很 这里打了好多这个三角桩 这个桩是干嘛的 哦我知道了 防止撞桥墩 对吧 起到这么一个作用 看一下那个河边 建设的很好啊 远处就是府洋闸 三角洲公园 太阳暴晒 我得赶紧下桥了 顺着这个方向 往回走 从桥上下来了 这个牌子上写着火车站 我知道了 顺着这条路继续往前走 就能到我要吃的饭店门口了 继续出发 那个石中大桥的话 我猜应该是在另外一条河道上面 反正就在这附近没多远 因为我路过了大概有两次坐公交车 从上面路过感觉挺好看的 它是在那个桥头 两边都有两个大的 那个像阁楼一样的建筑 上面是个大的石中 而且那时间还是正确的 所以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我以为是刚才那个大桥 没想到不是的 白跑一趟 反正就在这附近 现在已经十点半左右了 我就不去找了 看看明天吧 明天如果遇到了就再说 现在路过的这个地方 就是我第一天来拍的那个东方公园 行那我现在就回去吃饭了 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下期见